水点燃了汤家海底火山 汤家海底火山,在1月14日爆发,火山爆发的级别是四级,相当于1000颗原子弹爆炸的威力,汤家海底电缆被摧毁,和世界失去了联系,现在的科技很发达,从卫星观测图中,可以看出汤家岛屿的变化,此前就有科学家发出警言, 说海底火山在蠢蠢欲动,此后,很多科学家也在推测,汤家海底火山爆发,给周边环境带来的影响 人世间的事情,自会有人去评论,可是在另外空间又是怎样的显现呢? 我在静坐中,看见了汤家火山喷发的原油,我看见白色的云层被拨开,一位白衣神低出现,他是西方神的形象,他注视着下方,然后一只手高高抬起,手中举遮火折子,那个火折子,被神用力抛下,从空中直坠海上,火折子劈开海面,点燃了汤家海底火山。 我看到这个场景时,发出了疑念,无论什么事情的发生,都事出有因,这个因由是什么,可以明示给我吗? 神说,你应该知道啊,我发出疑念,我知道的是我认为的理,我想知道神处理事情的理,而且这个来自神的理,我想告知世人啊。 那个神看了看我,随后打出了五个字,众生的业力。 我表示谢意,云层又扩大些,我看见这位神的旁边,位列着几位神,手中都拿着火器,一位神手中,拿着弓弩和火箭,一位神身后,插着招火旗,还有一位神手中,有硫磺珠,还有一位神手中,握着一个团火瓶,他们都穿着白色的长袍,很快,这些神都隐去了,白色的云层复现,感觉晴朗的天气。 天空,未曾出现过什么事情,我心中有不安。在这一年中,还会有很震撼的火灾吧? 其实,人世间发生的事情,背后都有高层因素参与,前几年,中国南海领域内,中日有冲突,有开天幕的人,提前看到,有天神拿着弓箭,冲南海那个地方,射出一箭,不久,南海就起了冲突。 古罗马旁贝城的淹没,是因为维苏维火山的喷发,我看过修炼人写的一篇文章,详尽地阐述了,旁贝灭亡的原因,文章说,因为旁贝人,道德败坏,穷奢极欲,无恶不作,神掉钱火龙,火龙喷出火珠,点燃了维苏维火山。 神点燃火山的方式,是不一样的,我知道的一种方式,是神先拉开弓弩,射出火箭,点燃火山,比如,1815年,印度尼西亚的坦伯拉火山爆发,就是神射出了火箭,那次射箭的威力比较大,一次射出三支箭,射了三次,坦伯拉火山爆发,级别是七级,相当于上万颗原子弹爆炸, 神给出的死亡人数是9万人,随后,火山喷发的后效应出现,1816年,被称为无下之年,饥饿之年,因为火山喷发的大量二氧化硫,和气溶胶等进入大气层,使全球气温降低,欧洲许多地方,颗粒无收,饥荒的同时,还出现了瘟疫,暴乱,死亡人数达20万,在亚洲中国云南,7月降大雪冰雹, 庄稼颗粒无收,人们一子而食,几乎遍野,东北,山东等地也出现灾害,在美国,夏天气温,本该35度的地方,出现了零度情况,人们乘雪敲出行,科学家认为,火山爆发引发了地质灾难。 还有历史上的楼兰,有关楼兰的灭亡,一位修炼人在文章中说,楼兰被漫漫黄沙埋没,同样是因为楼兰人道德的沦丧,这个国家,从国王到臣民,从商人到百姓,都臣勉于欲望之中,都违背了神给人确定的,人应该遵守的规范, 楼兰的国君跪拜了邪灵,臣民纵欲适色,无所不为,护卫楼兰的天神,地神,水神,诸多的神仙,都放弃了楼兰,楼兰,被拿着沙盘的神灵,扬沙湮灭。 我的师父说,人类不是讲劫难吗?实际是宗教讲的,每到一个时期要出现一次大劫,每到一个时期出现一次小劫,小劫难就让局部的人类毁灭,局部地区已变得很坏了,就把它销毁,地震,大陆板块沉下去,沙暴盖住,或者是什么瘟疫,战争,小的劫难是局部的,转法轮,卷二,人类的堕落与绝者的出现。 这一次的汤家火山喷发,有人说,汤家火山喷发,就死了三个人,人其实不知道,六道轮回,人是可以转生成动物,植物,物质的,是带着业力走的。 一位修炼人对我说过,他在丁香丛中,欣赏着美景,却不料一眼看到了,一棵丁香树,在另外空间的表现,就是整个树木,从根到烧,都是黑乎乎的,那个树木对他说,你看看我,带的业力这样大,真的很可怜。 这一次,汤家火山喷发,海里生灵涂炭,数量未可知,这也是局部地区的劫难,对生物,对空气,对气候,都会有影响。 其实,大范围的劫难,在2019年已经开始了,就是瘟疫,但是,对比预言,还没有那么暴虐。 天有号生之德,看似绝路出现时,生机也必然留给人,中世纪,黑死病,袭击了欧洲,德国的一个小镇上的居民,在神前发誓,每隔十年,要上演一次耶稣受难的剧目,希望瘟疫能避开小镇, 结果,瘟疫果真避开了小镇,小镇的居民,怀着对神的敬意和感恩,每过十年,都要上演一次耶稣受难的剧目,后人沿袭着这个传统,兑现着祖辈在神前的誓约,几百年过去了,这个神圣的誓约,一直在兑现中。 现在,人对神的信仰,已经在动摇中,更多的人,关注着欲望的满足和放纵,不修身养德,其实,福,是德换来的,德,就像你储备在银行里的钱,不积德行善,储备金中就有告庆的一天, 那时,可能就要面临灰色尴尬的人生,尤其,现在的许多人,摒弃了神,不承认神,甚至侮辱神,就是把自己置在了最危险的地方,一经说,天垂象,见吉凶,这几年,凶象是不少的,人要学会自救。 我记得以往的神运晚会,最后一个节目,在邪党疯狂迫害大法弟子时,灾难很快来临,灾难的表现是铺天的巨浪,海啸,洪水,今年的神运晚会,最后一个节目,表现的也是危难来临时的景象,是与火有关,巨大的火球,从天而降,毁坏着建筑涂炭了生灵。 人,出于低能的考虑,或者因为魔的蛊惑,不承认神的存在,可是,神的存在,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,诚如古老的神话所言,神造了人,岁月变迁中,人的欲望的膨胀,不想受束缚,在魔的欺骗下,相信了魔鬼制造出来的无神论,把人引上了生命的歧途。 放眼当今世界,不信神的人,比比皆是,可是,可怜的人啊,不要拒绝那些苦口婆心的劝善,不要错过得救的机缘,一定要明白事情的真相,分清好坏,大法弟子真诚的希望,生命能避开劫难,得到救度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X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